中国的朋友到美国来做银行开户 大家最喜欢的两家银行 一个是Bank of America 美国银行 另外一个是Chase 大通银行 今天我要来谈一谈 为什么我不喜欢这两家银行 以及为什么我并不推荐你去这两家银行开户 欢迎加入黄永明的微信群 你将会获得北美决金最新的投资资讯 现在扫码加入 还有机会获得价值1000美金的好礼 大家好 我是黄永明 中国的朋友从中国来到美国 在做银行开户的时候 大家最喜欢选择两家银行 一个是Bank of America 美国银行 另外一个是Chase 大通银行 我能够理解大家选择这两家银行的一些原因 一个是他们 他们在全国都有很多的网点 他们都是全国性的银行 所以你到哪个地方去都有网点可以办理 很方便 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网银 是非常的强大好用美观的 第三个原因就是中国的朋友喜欢选择大银行 觉得大银行更加的可靠 这都是他两家的优点 都是大家选择他们的原因 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为什么我不喜欢这两家银行 以及我并不推荐大家去这两家银行开户呢 我们要仔细来看一看他们提供的服务 首先我们看一下Bank of America 它的支票账户 为什么我们讲支票账户 因为这是大家开户所用的最多的一个类型 美国银行给大家提供了几个选项 首先是一个门槛比较低的一个支票账户 他每个月要求你存款在1500美元 否则的话呢 他会收你12美元的管理费 管理费这个东西 中国人可能相对的不太适应了 因为在中国你开一个储蓄账户 似乎是没有管理费这么一个东西的 但是在美国很多银行都会收你管理费 在Bank of America 如果你的存款低于1500美元 他就按月每个月开始收你12美元的管理费了 一直扣啊扣扣下去 另外一个呢 是每个月存款1万美元 如果低于1万美元的话呢 你的管理费是25美元每个月 那可能你会问 那我钱放在这儿有没有利息呢 第一种门槛比较低的 是没有利息的 第二种还真的有利息 但是看到利率估计你就笑了 存款在5万美元以下的时候 利率是0.01% 存款在5万美元以上的时候 利率是0.02% 是的我没有说错 你也没有听错 利率不是0.1% 也不是1% 也不是0.2% 也不是2% 而是0.01%和0.02% 你说这有利息和没利息 有什么区别呢 你只是把钱放在那儿 供银行拿去投资 供他们去赚钱了 而且你放的少了 他还每个月要收你钱 收到你哪一个月 你的账户上面没有钱了 他还会收你一个overdraft fee 也就是说 比方说 你这个12美元或者是25美元 你已经交不起了 他还要再收你一个35美元的overdraft fee 所以你欠他钱就欠的更多了 我们去看Chase 也有类似的情况 他的checking account支票账户 也提供几种选项 他的管理费也是12美元和25美元两种 12美元也要求你在账户上面 每天至少要有1500美元 才能够把这个12美元给免掉 而那个25美元是要求你账户上面有15000美元才能够免掉 那后者呢 他确实是有利息的 大通银行是归你利息的 但是所有的利率都是0.01% 我们为什么要把钱放在这呢 我能够理解很多的中国的投资者朋友 他把钱放在美国是为了投资的 而不是为了在银行放一笔钱不动 纯粹的给银行做贡献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推荐大家 你人呢 既然已经到美国来了 那你就在当地找一些地方性的小银行 不要以为小银行就不可靠啊 你要看一看这个银行 他是不是有FDIC Insured 就是他是不是买了保险的 将来这个银行 假设一旦他破产了 你的钱损失的话呢 是由保险来赔付的 所以你看他有FDIC Insured 一般来讲呢 就是保障比较好的银行 小银行 他的门槛会低很多 很多时候 甚至是你不用存款都可以开户 或者是存款25美元 50美元 100美元就可以开户 他也不存在一个每个月的管理费 这样子的话呢 大家的钱呢多数都可以投出去 也不用担心你的账户上面钱低到某一条线以下 他就开始扣你 每个月再扣你管理费 这个真的是太不舒服了 对不对 另外一个呢 推荐大家一个账户叫Walsfront 他家的利息是比较高的